上集说道,前女友一家耍无赖,我成功要回彩礼,总算出来了,这一天天的,真能折腾啊,警局外的我和大葱正在等网约车,可能我要转运了,主角光环加深,所以走到哪都是麻烦不断,大葱翻了个白眼。 王哥,早就让你平时少看小说了。 哈哈,行了,大葱,你不是要和夏华开烧烤店吗? 此时大葱眼睛亮了起来,我准备先给你投个三百万,你出技术然后去管理就行,我就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,怎么样? 大葱直接傻了,他没想到我的野心这么大,不过他很快又皱起了眉头。 王哥,这一下就投三百万给我,我实在是招架不住啊,不过还是谢谢你王哥,一直为我和夏华着想。 那好吧,以后需要帮忙的,尽管提救世了。 好的,王哥。 此时大葱眼里全是感动,行了别煽情了。 车来了,走,回去睡觉。 于是我们回到了出租屋,虽然简陋,但是很干净,该换房子了,明天去看房子。 此时大葱突然问道, 哦,对了,王哥,明晚同学聚会,你去吗? 啥同学聚会? 哦,之前你忙结婚的事,我没跟你说,就是阿诚组织的高中同学聚会,算算大家也有七八年没见了。 那算了,我不喜欢热闹,而且以阿诚的性子,说不定是准备装逼呢,不想见他。 阿诚是我们高中时的班长兼体育委员,人长得高大帅气,家里干小超市的,几百万资产吧,高中那会可牛气了,最看不起的就是我们这些穷学生。 话是这么说没错,可是王哥,林女神出现在群里,那天还在群里问了你去不去,后来还表示想见你,你真打算不去吗? 他,我一愣,一道尘封的记忆猛然浮现在脑中。 高中时,我和林女神同桌,两人都是学霸,互相也有着不低的好感,不过到最后,两人都没有点破那层窗户纸。 直到毕业晚会来到,我打算不留遗憾,准备表白,但就在当晚出了意外,林女神的父亲带人好好招待了我,让我根本连毕业晚会都没能参加。 而自那晚过后,我便再也没有见到林女神,后来听说她是出国了,丁,选择触发,选项一,参加同学聚会,直面当年遗憾,奖励魅力加实,选项二,拒绝参加,奖励三千万,我一时间有点愣神。 王哥,怎么说别发愣啊? 大聪不知道,我正在三千万和见女神之间纠结呢,这你妈,三千万呢,好想要啊,不行,不就是三千万吗? 有系统的我以后,三千万不就是毛毛雨吗?要有格局,我去。 丁,恭喜宿主选择成功,魅力加实。 做出这个选择的我,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不少。 咦,王哥,我咋感觉你帅了不少,难道喝猛了,不应该啊,应该醒了才对? 看着我的大聪,满脸纠结,显然他不知道这是魅力加实的作用。 算了,管他呢,王哥,你看你现在婚也没结成,要不然明天问问林女神有没有男朋友,说不定你俩还能再续前缘呢。 滚独自,睡觉。 姐,明明很想见,偏偏还要硬装逼,我大聪比试你。 卧槽,已经是下午五点了,还有同学聚会啊。 走,先去开车。 接着我开着拦机泊泥到了昆昆大酒店楼下。 你好,酒店七楼,888包间。 当我和大聪进门后,包厢中已经坐满了人。 一看虽然都有些变化,但勉强都还能认出来。 我正和老同学寒暄了几句,此时大门打开了,走进来的是林女神。